上热搜了上热搜了 藤本书的这波操作可以说效果是相当不错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昨天常山小春的推特账号不是因为年龄限制被疯了吗 好就在今天早上的藤本书终于按耐不住了 估计昨天就一直按耐不住了 甚至可能是彻夜难免的 一大早他就以本人藤本书的名义重新开了个推特账号 看来藤本书拿马斯克也是没辙了 以下就是藤本书推特的原文了 咱们一条一条的来看 我是藤本书 暂时先用这个账号请多多管账 如果常山小春的账号还是用不了 那就用这个新账号呢 跟大家一起实况最新的丁剧人动画 然后他发现这样还不够 于是呢开启了藤本书的精神病模式啊 疯狂发推试图证明自己就是藤本书 我真的是藤本书啊 请相信我 请多多管兆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为证据 今年看的最好看的漫画是 欢迎回来爱丽丝 怎么样 意思就是说啊 我都说的这么具体了 这下能相信我了吧 可能觉得这样还不够 接着又说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为证据 我最喜欢的吉普利电影是 魔法公主和千语千诛 最喜欢的吉普利纪录片是呢 谢谢你拉塞特先生和直到玻尿完成 这里可能说的是牙上的鲸鱼记的纪录片 玻尿是这样诞生的吧 我就想弱弱的问一句 为什么你的最爱都是两部 然后他还觉得不够 甚至开始说一些更为个人的隐私信息了 比如说自己的两只手都曾经被养过的狗咬过 自己是天平座 同时还贴出了电剧人早期创作的决策设定图 表示这是电剧人没被采用的情报 这个能成为证据就好了 关键是这么隐秘的信息 只有作者本人和编辑才知道真假好吧 他还表示很抱歉 这个是暂时的账号 如果另一个账号恢复能用了 就打算把这个账号删除了 所以会在这个号上发一些 即使删除掉也无所谓的情报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并没有 他还跑到编辑林世平的推特下留言 而且还不止一次 不好意思 我是腾本树 我注册了账号 我是腾本树 是真的 请多多关照 林桑 我是腾本树呀 相信我是真的 可以说是相当迫不及大的 要证明自己是腾本树啊 就问你 这剧情 这套路 你熟不熟悉吧 是不是似曾相识 电刺想要证明自己就是电剧人 暴摸 好